这个光头一脚踩空 从楼上摔了下去 幸运的是他还活着 只是摔出脑震荡 还断了一条腿 然而没过多久 他又一不小心摔进沟里 彻底成了全身不随 或许有人会可怜他 但事实上这些都是报应 如果你知道了他做了那些事 说不定还会放几卦鞭炮庆祝一下 光头名叫连福 没什么大本事 却进城没多久 就领回一个漂亮媳妇 贵方是十里八乡的村花 提亲的人把他家门槛都踏破了 可不知贵方中了什么鞋 偏偏就看上了穷得叮当响的连福 哥哥上边叫他回家 他不惜翻脸也要留下 贵方坚信连福老是能干 以后肯定能有所作为 贵方也很懂事 第一次去连福家里 就破费给未来公公买了上好的蜂蜜 还给小叔子东华 买了个录音机 哄得全家都十分开心 不久后 贵方和连福举行了婚礼 而自从贵方入门后 这个家的里里外外都被他打理得干净利索 一家人小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持续多久 一年后贵方生下一个女儿 这让重男轻女的连福很是失望 甚至女儿出生时他都不愿多抱一会儿 不久后 连福因为嫌弃贵方便以挣钱养家为由 抛弃妻子和女儿出去打工了 连福走后 贵方的任务更加繁重 既要带孩子 又要照顾生病的公公和上学的东华 但他从未抱怨过 他相信只要坚守下去 眼前艰难的日子总会过去 可夫妻俩长期分离 毕竟不是个事 没过多久 贵方就因为太牵挂 和东华一起到城里找连福去 然而 当他们找到连福的住处 敲开门后 眼前的一幕让他们傻了眼 出来的人不是连福 而是一个陌生女人 两人还没反应过来 连福就叫嚷着走得出来 这个女人是谁 你们怎么会住在一起 连福 告诉她 是谁 我 怎么 不敢说 她不是说要跟她离婚吗 原来 连福刚到城里没多久 就变了心 在公有的窜腾下 她第一次发工资 就去了按摩店 本来她独自在外 有些需求就得不到解决 于是一来二去 就跟按摩店的白眉搞到一块 并且还以夫妻名义住在一起 可连福怎么也想不到 贵方竟然会一声不吭的找来 更可恶的是 连福这个人渣还格外偏袒白眉 白眉随便撒个娇 她就对贵方动起了粗 贵方也没想到自己在家辛辛苦苦带孩子 还得撑起整个家 可她唯一的期望和依靠居然背叛自己 在外面和野女人风流快活 白眉听到贵方骂自己可不乐意了 立马又撒起娇来 连福这个人渣居然还真打了贵方一耳光 贵方刚责怪她几句 她就又抬起手做事要打下去 好在东华及时将她拦下 东华身为连福的亲弟弟 自然知道贵方在家有多辛苦 他独自在家拉扯着一大帮人 可连福却在外风流快活 这种行为根本不配为人 东华护住贵方当场放出狠话 谁要是敢欺负他嫂子 他就翻脸不认人 白眉又不乐意了 撒着娇让连福教训东华一顿 连福自知几斤几两 也不敢轻举妄动 只好冲着贵方撒气 扬言一回家就跟他离婚 贵方伤心之下扭头跑走 虽然连福说离婚的时候 趾高气昂 可一回头又开始犯难 他了解家人对贵方的态度 如果现在离婚 肯定所有人都反对 他打算离婚的事等等再说 只可惜自从白眉进了这个家 连福就再也没了人权 这种事可由不得他 连福一听这可高兴 不用白眉再催 他就屁颠屁颠的回去提离婚去 当贵方试图挽留时 他说出的原因也很简单 他自称以前不懂事 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女人 只是随便找个女人结婚传宗接代 简而言之 他的意思就是 娶贵方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现在和白眉才是真爱 但贵方却觉得连福现在只是一时恼热 劝他赶紧回家不要再恼了 其料连福一生气直接动起了手 而贵方则像他承诺的那样 就算被打死也不答应离婚 最后连福实在没办法 只好颓废的回了城里 白眉一听的婚眉离城 顿时上了脾气 我肚子里的孩子算什么呀 我可告诉你 你们家的家产 和我儿子一份 你要是不和你老婆离婚的话 我就上法院告你重婚罪 就冲这女人的态度 傻子都能看出他根本不爱连福 奈何连福不但傻还没有鼓起 竟然当场下跪 哀求白眉不要告他 他让白眉再给点时间 他一定把婚离了 之后连福连夜回到老家 再次找贵方离婚 这次他改变了战术 不再粗暴相待 而是下跪哀求 贵方看到连福这态度 顿时万念俱灰 最终还是答应了离婚 慢慢离婚手续后 贵方没有多待 立刻带着女儿离开了这个伤心之地 没过多久 白眉就上门纠战雀巢 这个女人心机不是一般的人 第一次见面 还假人假意的 给公公和小叔子买了点礼品 只可惜 大家早就知道她是什么人 对她压根没点好脸色 回房间后 白眉向连福抱怨起这件事 说她家人不欢迎自己 连福却不在意 表示不行明天就回城里 资料白眉却不干了 给你爸买了这么多东西 说回去就回去 我一点牢头都没有 此刻白眉的野心暴露无遗 她声称自己也是这个家的一员 公公应该给她分点家产 她叫连福去找公公要点钱 打算回城里做点小买卖 本来连福还在犹豫 可白眉把她拿捏得死死的 一撒娇一发脾气 立马让她改变了主意 这家伙也不客气 找到父亲张口就要一万块钱 父亲又不傻 自然不愿做冤大头 这个家里处处都得花钱 连福平时寄来的钱 基本上都花得干干净净 哪还有剩余 再说了父亲从来就不承认 白眉这个儿媳 以后他还要给贵方钱养孙女 怎么可能随便把钱交给外人 父亲的态度是强硬的 可惜敌不过连福的无耻 我昨天翻你抽去了 那里面还有一万块钱存折呢 那是给你爹爹去媳妇用的 说什么也不能动 我这么钱 凭什么我不能动 怪不得这货要一万块 原来他早就摸清了这个家的家底 到了要钱的事上 他就跟头恶狼一样 说翻脸就翻脸 父亲也很无奈 一气之下把存折给了这俩白眼狼 拿去 拿着你的钱 走 给我滚得远远了 从今以后啊 你和你那个妖精 不许再进我这个家门 连福这一走算是跟家里彻底断绝了关系 后来他把钱交给白梅 也不知白梅做了生意 把钱投出去以后就再没了消息 每当连福打听钱的去向 就会招致一顿怒斥 连福这个剑骨头也不敢再多问 只能默默等着靠白梅给他赚大钱 直到这天他回家时 眼前的一幕让他傻了眼 只见屋里被翻得满地狼藉 值钱的东西都已消失不见 桌上有张纸条 是白梅留下的告别信 连福我走了 我跟你过下去实在没什么指望 你不要来找我 信上的话可谓字字诛心 直到此时连福才明白过来 白梅并不是珍惜喜欢他 只是在玩弄他的感情 顺便搞点钱花罢了 当几天后连福在街上偶遇到白梅时 人家已经勾搭上别的男人 他愤怒地冲上去 控诉起白梅的行为 怎料白梅几句话就怼着他哑口无言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 他还是那么没鼓起 随后连福又拿孩子说事 祈求白梅回到他身边 白梅一听这直接笑出了声 你白痴啊 我怎么可能怀你的孩子 人家刚刚那男的要车有车 要房子有房子 我会跟你在一起 不跟他在一起吗 感情是假的 孩子也是假的 从头到尾就没有一样是真的 连福明明已经知道这些 却还是没有尊严地跪下来挽留 之后他见没啥希望 又让白梅把钱还回来 即料白梅又笑了起来 还钱 你也太好笑了吧 你那点钱早花光了 再说了 我赔你这么久 也不止那么点了 白梅说完就扭着屁股 趾高气昂地离去 连福看着他的背影 坐在地上几近崩溃 没了 什么都没了 连福备受打击 连干活都无精打采的 去工地上时 一不留神便踩空地板 狠狠地摔了下去 光听那剧烈的撞击声 就知道摔得不轻 这家伙命倒是挺硬 摔得那么狠 也不过是脑震荡 加断了条腿 不过这下 他再也干不了活 出院后只能带着一身伤病 狼狈地回了老家 尽管父亲和弟弟 对他各种嘲讽 可他们毕竟是亲人 也不忍心看着他死在外面 所以还是将他留了下来 连福满心愧疚 自知这是受到了报应 回想起贵方的好后 他身体刚好点 就跑去找人家复合 不懂事的女儿 倒是挺欢迎他 可贵方的态度 却完全不同 贵方的态度并不让人意外 他已经恨透了连福 如果不是看在夫妻情分上 他都恨不得把这个渣子撕碎 连福还是那老一套 不拿尊严当回事 又跪下来苦苦哀求 他连连说着对不起 求贵方看在以前的份上 收留他这个无家可归的人 只可惜这些话对贵方来说 简直就是笑话 当连福提出离婚的那一刻 他们的情分就已经断得彻彻底 当初是连福抛弃了他 现在废了没人要了 又跑回来求收留 这种人渣是个女人都不会原谅 最后在贵方的怒吼中 连福被赶了出去 但是连福不甘心 他回家后非但没痛定思痛 反而想出一条奸绩 他连哄带骗把女儿带走 然后将其藏起来 等贵方来叫他帮忙找女儿时 他便装模作样的跟着出了门 最后两人找着找着 来到一栋废弃的房子里 这个畜生竟然搞偷袭 一把抱着贵方欲行不轨之事 好在东华及时赶到 阻止了悲剧的发射 这么一折腾 所有人也都明白过来 女儿失踪是连福搞的鬼 可无论他们怎么逼问 连福就是不肯说出女儿的下落 直到第二天 女儿竟一个人悄悄跑了回来 贵方正打算去找连福算账 不料这时一个邻居 带来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连福昨日晚上摔沟里了 这早上下跌的人发现的 他现在还人事不行呢 你赶紧去看看吧 连福再次遭到报应 的确是件喜事 奈何贵方这个人 唯一的缺点就是心软 在连福的哀求下 他最终还是留了下来 这样做也是为了 能给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不过如今连福已经彻底废掉 贵方以后的生活 无疑会更加沉重 连福的行为可以说 就是男性的耻辱标杆 这样的人遭几次报应 都不会让人同情 至于贵方的选择 更不值得可怜 他本可以拥有更好的生活 享受真正的幸福 但为了这个家 他还是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 这是一个好女人的悲哀 无论以后再难再累再苦 他也只能咬牙瘦着 身为局外人 我们也不必多说什么 只能默默祝福他了 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贵方放弃自己的人生 圆女儿一个完整的家 这样的选择究竟对不对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